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暑假的片子,会得到所有人的掌声和欢呼 这首热烈,跟夏天真是绝配啊,妙啊,真是妙啊 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却让所有人都看得津津有味 足足两个多小时,没有一丝瑕疵 谁能想到,一个写实的故事,竟然可以如此的精彩 从导你平安到热烈,大鹏在当导演的道路上几乎飞得一帆风顺 这首歌的背景音乐很吸引人,但不管是不是职业舞蹈演员,都会被故事所吸引,沉浸其中 燃字,燃烧 最让人意外的是,这部电影里的每一位主演,不管是当红明星王一博 还是一些默默无闻的小鲜肉,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这一次,我们就来看一看热烈这部电影里的最佳男主角 不知道你心目中的那个人,在不在其中 第七名,王一博 王一博的表演水平在不断地提升着 从无名,到长空之王,到热烈,都在不断地磨合着自己的风格,慢慢地走上了正轨 电影里有两场哭泣的镜头,但是王一博的演技并不好 第一个镜头,就是丁雷黄博表示自己想把陈硕王一博赶出去的那一幕 黄博把这一幕演绎到了极致,把丁雷的决绝和莫名的痛苦都演绎到了极致 王一博的泪水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也融入到了他的角色中 尽管他的感情还差了点,但总算是抓住了 第二个片段是陈硕看见母亲在舞台上演唱 陈硕一见到自己的母亲,就哭了出来 这一次的进步,让他的母亲有了很大的进步 他觉得陈硕的眼泪有很多方面,但他的眼泪,却没有那么容易流出来 不过,大鹏这个角色给了陈硕一个很好的机会 王一博的角色很好地把握住了,再加上他的舞蹈功底很强 所以,他的台词并没有那么多 第六名,宋祖 宋祖儿的镜头并不多,可是他的眼睛却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从一开始的惊讶和好奇,到后来的熟悉 宋祖儿在每一个短短的画面中都栩栩如生 他的情感通过他的眼神传递到了所有人的心理 到了后面,他更是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这个和嘻哈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角色 却能如此感人,他的演技很好 第五名,张海宇 他是中国戏剧学院的毕业生,却凭借一部模仿青岛大姨的小品,一炮而红 第一次登台,陈小北就扮演了张翠彪,结果被凯文一脚踹翻,这件事虽然不是陈小北的责任,但陈小北还是被当红明星凯文训斥了一顿 张海宇是这部电影中最悲惨的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他努力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结果与自己的理想擦肩而过 只有张海宇,才让我体会到了以悲剧为核心的戏剧性这句话 第四名,刘敏涛 刘敏涛并没有像交换人生中那样,将自己的红靴给抛弃了,也没有了之前的浮夸 他所扮演的妈妈,眼中充满了对儿子的深情,理解儿子,全身心地为儿子考虑,却有着一种能撑起半边天的坚强,实在让人难以不同情他 第三名,岳云鹏 每次岳云鹏出现在喜剧片里,我都会为他捏一把汗 总是这样,会让人厌烦的 等他出演热烈时,我实在忍不住了 不得不说,在滑稽这条路上,岳云鹏还真是能玩出新花样来 当岳云鹏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吓了一跳,绞尽脑汁想了想 觉得用滑稽的画家这个词来形容岳云鹏的叔叔是再好不过了 这样的表情,实在是太滑稽了,完全不符合一个艺术家的身份 但岳云鹏却完美地演绎出了一个介于正常人和非人之间的角色 既有搞笑的成分,也有幽默的成分,岳云鹏赢得了这场比赛 第二名,黄博 果然是个逗笔,一个风绳第一步,一个热烈 在这个短短的夏天,黄博就有了两个王牌 都是男一号,黄都是男一号 他用自己的能力,告诉了所有人 一个人,如果会演戏,那就是天衣无缝 丁雷,从一个嘻哈界的天才,变成了一个身材不太好的中年人 离婚了,没有孩子,公私遥遥欲坠 黄博将自己的人生演绎得淋漓尽致,却也让人唏嘘 黄博在影片中的表演,既轻松又轻松,又幽默地传递着生活的哲学 丁雷从一开始的谄媚讨好,到后来的忍无可忍,到后来的忍无可忍 将陈硕逐出团队,虽然他没有在镜头里刻意展现自己的情绪 但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让人体会到他此刻的心情 我想过跳舞,也想过跳舞,为了名利,为了生存 不过,最初并不是为了这个地方,也不是为了这个地方 更多的是为了这个地方,更多的是为了这个地方 黄博的台词很有感染力,文系拿捏得恰到好处 舞蹈更是让人眼前一亮,简直就是这部片子里的主角 第一名,蒋龙 最大的意外,这样的牌位,我要把第一让给蒋龙 他真是当之无愧 28岁的年纪,从北京电影学院拿到了学士学位 还保送保送的研究生,没人会知道 一个年轻的女演员,竟然有着19年的表演经验 一名专业的男演员,因为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上的出色表现,而火了一把 蒋龙演了很多角色,比如多事,比如古装,比如爱情,比如谍战,比如形式,比如侦探,比如电视剧,比如电影 他从来没有错过过什么重要的角色,毕竟一个演员,已经20多年没有大红大紫了 幸运的是,蒋龙的确是被发现了 他总能将一些不重要的角色发挥出最大的吸引力 就像热烈,蒋龙虽然只是一个不知名的销售垃圾的电厂 但那寥寥数笔,就足以令人过目不忘 是快,喜欢吹牛,浑身上下都是让人讨厌的小角色,但这并不能掩饰他的可爱 他可以不带一丝不妥的参加一个酷爱嘻哈的社团,并最终在赛场上为对手闹喊助威 蒋龙,也是时候出名了 除此之外,小沈阳,张子贤,卡斯柏,也都有出色的表现 就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的明星,这部嘻哈影片才会有如此多的亮点 他的每个画面都与观众紧密相连 让我们看看热烈到底能不能顶着这样的温度 在2023年的夏季里热烈到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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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